佛儿呢为的鸡蛋仔吃过吗? 如果抛开事实不谈 印度美食看起来还是很有食欲的 老板做的菜具有一条完整的犯罪链 从物理和化学两个方面 成就了这份鸡蛋仔 请你朋友吃一份 让他感受神牛的眷顾 徒手将神牛饼放进火炉中充当燃料 在印度 这种燃料十分丰富 有牛的地方就存在 已经做到随地大小产的地步 佛儿呢当燃料只起到化学作用 让一缕缕神圣的清烟 赋予食材飞升的潜力 架起一口菊花状的小锅 往小锅中滋入苏油 徒手加入印度三宝钉 手指上残留的灰尘 带着残余的佛儿呢的气息 精准落入锅中 继续洒入马沙拉和盐瓣 取出破伤风小刀搅拌食材 如果说燃料是化学作用 那徒手加食材就是物理作用 让残留在指尖的那一股淡淡分放 深刻的烙印在食材之中 煮的食材沸腾 往锅中敲入鸡蛋 蛋液也会穿过指缝 携带最厚的粪方 变成过客肚子里神圣的菜 正所谓饮水思源 吃胆思浅 如果没看到完整的作案过程 我们就很容易被美丽的外表迷惑 继续洒入洋葱丁 落下的也不仅仅是洋葱丁 那些灰色的小物质 犹如找到了院种般疯狂脱落 锅中滋入黄油 洒入香菜 马沙拉 盐巴 此时底部已经充分吸收了 佛鹅那的洗礼 取出小刀对其进行翻面 一块块鸡蛋在圆圆滚滚 透露出诱人的色泽 散发出令人不适的香气 虽然带有神圣气息 但是看到成品 这无疑是你朋友值得异常的小吃 记者听完老板的洗脑 准备尝一尝 看着刘欣的鸡蛋 属实让人嘴馋 为了这个视频 只好浅尝一口 这是代表有意的美食 因为听说它是你朋友最爱的小吃 一道美食可以扯到什么程度 在昏暗的房间中 小哥正将粗壮的白条扯成麻花 在众人的不断拉伸中 几乎五层楼高的连贯美食 被抬到草席上放松 让食客的心情有些紧绷 这里是印度拉脱钢制糖厂 锅点中的老哥正将白糖倒入锅里 他从黑色蓝桶中 咬出眼不见为净的恒河水 将白糖熬成琥珀色的糖浆 桶一浇在松花石盘上 和一旁的松花白桶交相辉映 华子哥用金属棍浆凝固的糖浆产在一起 会成一捧钢筋混凝糖挂在立柱上 交由另一位小哥加工 糖浆会先经由重力自然下垂 待冷却冷却后 再由小哥亲自动手 一些废弃的边角料 也会重新反场加工 如嚼过的口香糖一般粘在柱子上 经过反复扭转折叠 新老师才融合交汇 柱子 糖浆以及小哥都反射着同样的油光 不分彼此 气味相投 缩起来的味道真假难分 作为半糖熟练工 小哥不仅懂得如何制糖 还能完美复现食材下肚之后的景象 常为相互打结 竞篮般的用餐体验 让时刻的小腹和五官 也如糖浆一样扭在一起 当糖浆被凝成一股白色长条 从中间断开 几位小哥擦擦抹布 左手扶住前端 右手拉住末端 继续反复折叠拉长 在两人间牵出一条扁平的大桥 其他小哥出手帮忙 让来路不同的军群 在桥上畅通无阻 交流感情 最后将其抬至草席上 用托漆锯条切成小段 桌面工作便到此为止 小哥们制作的是芝麻糖 芝麻都堆在地上 在地上加工就显得顺理成章 刚刚凝固的糖片 还保持着良好的粘性 可以将芝麻牢牢粘在表面 这也是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 粘好芝麻即可装入袋中打包 就像市面上常见的美食一样 给它一个精致的外表 燃烧的气瓶可以融化塑料 融好叠在一起 一包包香酥芝麻糖就完成了封装 准备上市销售 包装箱是市面上买来的二手纸皮 和他们的品牌毫无关系 正是这样的小细节 让友谊找他们麻烦的顾客难以溯源 生意得以更加长久 就算窝点真的被端 小哥口中的芝麻糖也依旧能够存在 只要员工们还有手有脚 再换个地方 美味依旧能够卷土重来 如果你的朋友 最近老是方便的不太方便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请他吃一份 印度街头的吉祥萃球炸的 吃完不仅立马让他感受 来自肠道军群的深度紊乱 还能让他的局部洞口处于内忧外患 老哥小店凭借独特的叙利亚式装潢 不仅基深于印度街头美食产业前50强 就连当地顾客也说老哥热心快肠 老哥却说 我就是要用实力展现什么叫做胜者为王 老哥首先对土豆泥进行深度按压 指缝间的无机岩也在不经意间挥发 伴随着店里食客数量的不断叠加 方圆十里茅房的拥堵率也必将大大增加 接着老哥往土豆泥上加入番茄酱 再将绿色史莱姆粉撒上 吃完后各种化学元素在胃里不停荡漾 夜晚睡下后必将在裤裆里掀起层层褶浪 随后老哥娴熟地对盆中粘稠的土豆泥进行揉搓 不断将手中的大肠杆菌进行精准捕捉 食物中的微量元素也渐渐积少成多 就怕顾客一会儿吃完 忍不住当场掀桌 老哥接着将新鲜的树叶扔入锅中 对其中的草元素进行搅和疏通 为顾客进行丰富的营养补充 只是顾客吃完下半身必将迎来一场海啸山崩 随后老哥将这盆早已腌制入味的约酱倒入锅中 在老哥的不停翻炒之下 食物颜色也越发变得屎黄 周围的顾客看了不仅纷纷破防 还劝起老哥要不要趁早改行 此刻翠翠球被老哥手动分裂 接着再放入馅料和手掌的老化皮屑 这一操作不仅让食客们看得魂飞胆裂 一会儿吃下更是会让你的裤兜天崩地裂 老哥接着往食物上撒入一些乐视薯片 再撒上糠师傅排干脆面 将制作流程完全公开成见 顾客吃完局部位置将会如何 这必然是显而易见 最后老哥往食物上再撒入陈年干水 这味道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一定是极度酸爽鲜美 食客们吃完不仅是合不拢嘴 恐怕还要主动去往医院请求各篮尾 众所周知 印度美食的宗旨就是不炒城市坚决不出锅 视频从一开始味道就已经散发出来了 这种味道不断充斥着你的大脑皮层 不是你捂着鼻子就能逃避的 这家小店表面是在制作沙拉 实际上则是开赛路的生产厂家 让顾客吃完无法收紧菊花 只能默默承受来自货约机带来的高压 老哥今天面色和善 只见他拿起破伤风小刃手切青椒段 随后又拿起30米斩香刀对洋葱进行搅拌 周围的顾客看了无不心惊胆战 老哥到调料的动作无声无息 因为手中的辣椒粉和白糖粉早已经过期 接着再拿起将磨产对食材不停敲击 这预示着顾客吃完恐怕下半身要永远停机 接着老哥徒手将粪球扔入锅中 对锅中食物进行安器的营养补充 让顾客吃完感受肠道的快速疏通 最后拉到分不清茅房的南北西东 老哥和助手法克米一起对锅中食物进行做法 挥舞的姿势是他们的独家技法 伴随两人手中刀具的不停击打 一旁的蓝衣小伙吃完裤裆势必将迎来一场风吹浪荡 老哥对顾客的健康视而不见 用单手打入便衣母鸡蛋 贴心为顾客制作独家的排泄药膳 让顾客吃完从此与便秘一刀两断 在老哥不断努力地翻炒下 鸡蛋也逐渐呈现出不能吃的模样 在搭配外围这一圈黄褐色分泌物的堆放 极大丰富了顾客吃完后对下水道的无尽想象 经过老哥的不断搅拌食物形态也变得十分粘稠 顾客吃下瞬间如实在喉 体验什么叫刚入舌头便出裤头 老哥店里的食物风格主打一个小清新 这屎黄的颜色让人看了不仅是口水生心筋 还能让人吃得舒心拉得顺心走得更加安心 这道美味的不得不拉沙拉已经做好 再搭配上店里的特色手抓饼 保你吃一口与下如注 吃两口呼之欲出 吃三口汹涌喷出 注意看着 不是在要烧水 也更不是在喂猪食 而是你的营养美食 如果你不敢吃 那么你可以叫你的好朋友来吃 赶快叫上你的老六朋友们来吃 这里是印度不得不拉市区街角处的一家平民小吃店 小哥时常对当地的卫生检查视而不见 这口包浆灶台就是最好的展现 小哥接着将发霉的黄油稿里面 顾客吃完蓝尾即刻消失不见 接着小哥往锅中放入过量的辣椒酱 然后单手对包将铁锅进行前后摇晃 再将是黄色不明约将进行投放 顾客吃完局部位置必将迎来汹涌战法 随后小哥用破伤风小刃快速切番茄 再搭配灶台上独有的锅灰庙诀 小哥此等精良的制作技艺 不仅是有真材实学 连周围的顾客看了也是拍案交绝 接着小哥用勺子对锅中液体进行搅拌查验 食物的颜色如夕阳般鲜艳 这一锅下去不仅是润肠通便 还能让顾客吃完后快速加急去往钢肠科住院 小哥随后将食物盛入盘中 包浆铁锈自然也是要顺带掉入其中 食物中的毒素来势汹汹 食客们吃下局部洞口处必将迎来一场血雨腥风 此刻又一大块黄油开始入锅 小哥娴熟地用勺子在黄油表面清措 以此实现固态向气态的快速浓缩 食客们的裤裆此刻也开始转变为极少凶多 随后小哥拿起磕锈钢小勺开始刷锅 黑褐色的泡沫铺了满满一锅 不知哪位幸运会率先适合 随后便可在茅房的隔间里获得超脱 小哥最后往锅中倒入白米饭 接着再撒入香菜进行颠锅搅拌 米饭随着小哥的摇晃 被颠出锅外的也至少有一小半 小哥却说这样做才能事为公办 在小哥的努力下 黄油盖胶年夜饭终于与营养成功分离 饱你吃一口心律不济 吃两口生死存疑 吃三口去阎王店里面太急 这不是污水处理厂 而是你朋友的糖果生产厂 这也不是掏水泥 而是制作你朋友的小零食 这是印度乡村糖果制造厂 如果你朋友时常投阴 的确糖 不妨请他吃块黑这糖 看上去不像糖 吃完就像糖 富丽堂皇的工厂 展现出浓厚的原始气息 将不怎么新鲜的甘蔗 往百年榨制剂中送进去 经过一条塑料管的引导 精准排入屋内的水池中 颇有农村养殖场的风味 而水池里的甘蔗质 会通过暗道排到一旁的水池中 周围的环境略显狠毒 与黑色的汁水十分般配 相关部门每次来都以为在处理污水 所以吃着厂长给的糖快便离开 再也没有来过来 小哥取出捞网 对表面泡沫进行打捞 屋外的小伙会进行烧菜点火 屋内的大池中冒出屡屡青烟 在阳光照射下出现丁达尔效应 是回光返照的迹象 小哥长时间打捞 可能就需要别人对他进行打捞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还会选择蹲下休息 这世界本没有坑 只是蹲的人多了也就成坑了 你看到最后产品的时候 就明白为什么成坑了 另一位老哥会往一旁的包姜大锅中下骨 苏打粉有无好处并不重要 看到这口锅的橙色已经知道并无好处 不断烹煮搅拌 锅中汁水逐渐变得粘稠 从糖水变成了糖浆 便可以取出垃圾产 将其产到一旁的锅中 另外几位小哥用甘蔗在锅中铺开 当糖浆全部转移 三位小哥便会取出泥产 不断对糖浆进行搅拌 让其更快凝结 很快糖浆展现出泥浆的形状和色泽 这样一坨坨当然没有食欲 大家也深刻明白这一点 不断将它们聚拢在制作出 让人有食欲的模样 把糖浆堆积在一边 老哥们便可以进行糖果制作 蹲在锅旁 用手将糖浆抓成小块 再扔回锅中凝结 虽然用手不干净 但看完整个制作过程下来 似乎用手也干净 看着小小块的黑糖果 不但没有增加食欲 还增加了食欲 当糖块凝结 便可以用泥产将糖果产起 装入麻袋当中 运往各地出售 如果你不幸买到 最好不要吃 可以送给你朋友吃 请你朋友吃一份印度蕾丝饼 从此长眠不醒 这是印度街头产销蕾丝饼的一家作坊 面糊白如雪 十分粘稠 沿着手指慢慢下流 顾客喜欢的正是这种粘稠的拉丝感 入口即化 省去肠胃消化 吃钱补上一罐 吃完有些拉快 接着将搅拌好的面糊 转移至绿色包浆桶中 再将98号老油倒入三口铁锅中 顾客总会问为什么是三口锅 老板意味深长地表示 这叫吃完不屑三口油 接着摆上包浆铁皮防风罩 亮出神器底漏 这是制作蕾丝饼的关键 将糊糊咬入地漏中 再将地漏放在铁锅上 糊糊就会精准地拉入黑不溜秋的油锅中 刚入油锅 油表面便会滋滋冒泡 接着是第二口锅 拉完以后再放入第三口锅中 循环往复 加快了制作蕾丝饼的时间 也能让等待的顾客尽快上路 黑油的能见度极低 炸出来的蕾丝饼雪白 即使是大白天 老哥还是在街边生产 十分胆大妄为 尽管这些蕾丝饼基本上都不宜实用 但这种一油用三代的经济理念 却令人十分敬佩 即使生产环境特别恶劣 但三哥们依然坚持努力工作 这种不放弃的精神 往往能够感染到那些勇于尝试的顾客 前来消费 大多数人是勇士 但也有不幸者被称为烈士 等蕾丝饼被炸得金黄绵软 便可起锅放入铁盘中 凑够一定的量后 再转移到这口陈年塑料桶中备用 用手摸摸蕾丝饼 增加一些自然咸香 用塑料袋打包就可以上架销售 三哥负责制作 三嫂负责销售 这种夫妻同心 顾客闹心的产销一体化模式 让这家蕾丝饼小店屹立不到 顾客们都能用最快的速度吃完蕾丝饼 再用最快速度上完厕所 享受余下的时间 是他们最看重的体验 这也使得街边美食总能成为 时刻眼中不可割舍的选择